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是一场视觉盛宴 而5月11日的首映也是没有让人失望 复仇者联盟3 无限战争北美票房破10亿 在中国也是达到了7个小时破2亿票房的记录 这部电影为什么能在不需要刻意宣传的情况下 仍能成为近日最受期待的电影 这还得从复仇者联盟系列的公司漫威开始说起 缔造漫威的传奇人物 斯坦里漫威漫画公司和DC漫画公司 是两大漫画巨头 其实论谁的年代久远 漫威是比不过DC的 但是现在看来 虽然有很多DC迷还记得蝙蝠侠 闪电侠 超人和神奇女侠等等超级英雄 也改变不了漫威超级英雄IP 在大部分观众脑海中的印象更深的事实 而缔造漫威的传奇人物 正是一个已经96岁高龄 但仍然乐中于客串漫威电影的老头子 斯坦里 可以说 没有他 就没有如今的漫威 他的第一本漫画 就是美国队长的第三部 虽然美国队长这个人物并不是他创造的 但是钢铁侠 绿巨人等等80%的漫威超级英雄故事 都离不开斯坦里的创作和构思 漫威系列电影中 除了每个英雄有他们自己独立的电影外 还有一系列让观众能见到漫威宇宙的英雄聚集到一起的电影 《复仇者联盟》系列 作为漫威之父的斯坦里 在辞去漫威漫画公司董事长职位后 就客串起了大部分的漫威电影 在最新的《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中 也是客串起了蜘蛛侠的笑车司机 含剧透第一部邪恶战胜正义的漫威电影 看过漫威所有电影的人 看到斯坦里一定会相识一笑 不过对于没有看过漫威电影的观众 不光是这部电影里的梗看不到 就连这部电影都不一定看得懂 《复仇者联盟3》从放映开始就直接切入正题 灭霸杀死了邪神洛基 绿巨人浩克被打飞 雷神索尔也被打得毫无还手能力 这部电影也亦改漫威以前的风格 全程开启高能模式 但这也引起了一个弊端 没看过或者已经忘记前面18部漫威电影的观众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其实《复仇者联盟3》就是讲述了一个宇宙大反派灭霸 为了平衡宇宙 想出一个极其六颗无限宝石 力量宝石 灵魂宝石 时间宝石 空间宝石 心灵宝石和现实宝石的方法 如果将这些宝石嵌入他的无限手套 打一个响指 就能立马消灭宇宙中一半的人口 看似荒诞 但结局确实是如此 尽管出场了23个超级英雄 是漫威电影史上最多的一次 也抵不过一个灭霸 看到最后英雄一个个消失 而灭霸也达成了他坐在家中看日落的愿望的时 后 很多观众都感慨说 这样的结局还不如不要看 这是漫威所有电影中 第一部反派大获全胜的电影 但其实看完电影后 我第一个反应居然是 灭霸他真的错了吗 牺牲了他最爱的养女卡摩拉后 伤心的流泪 孤单的一个人坐在夕阳下 这样的灭霸 我们真的能称 他为一个大反派吗 那他可能是漫威历史上感情最细腻 最可怜的反派了吧 虽然剧情看上去很简单 但是如果不了解里面人物性格 也不清楚人物感情走向的话 那么复仇者联盟3的观影体验 其实是很差的 你完全不知道电影里 灭霸极其的无限宝石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也完全不知道这个灭霸是从哪里来的 也不知道在地球生活的浩克 为什么会跑到宇宙空间里 甚至雷神为什么会瞎了一只眼镜 都摸不着头脑 漫威花了十年必造他的漫威宇宙 为了很多还没看过 或者是看完后仍一脸猛的观众 我们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十年间 漫威是如何打造他的漫威宇宙的 2008年上映的钢铁侠 是漫威出品的第一部电影 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 斯坦里正式构思起了漫威宇宙 在钢铁侠中 主角托尼史塔克 在危急时刻打造了一套简易装甲逃生后 升级了他的这套装备 这套升级后的装备就是最初的钢铁侠原型 托尼将自己身份公布于事后 神盾局 神盾局 特工也是漫威的一部独立电视剧的局长找到他 并提出了组建复仇者联盟的想法 在这一部电影中 黑寡妇也是第一次亮相 在抗击反派时 除了黑寡妇的帮助 还有托尼的好朋友罗德将军的协助 罗德将军后来在复仇者联盟3中也有出现 在复仇者联盟3中和托尼确定恋爱关系 准备结婚的姑娘 也正是钢铁侠中托尼的秘书小辣椒 在神盾局局长说要组建复仇者联盟后 托尼又将这件事和美军大佬罗斯将军提起 罗斯将军很多人没有印象 但是罗斯将军女儿的男朋友巴纳博士 应该更多人知道 就是被伽玛射线照射后 变身成了绿巨人浩克 这也和第二部漫威宇宙的电影《无敌浩克》串联在了一起 复仇者联盟3中 也是从浩克在宇宙中被打伤 掉落至奇异博士守护的结界 从而展开的剧情 在班纳博士把自己变绿跑走的同一时间 神盾局特工菲尔发现了一把锤子 这把锤子的主人 相信很多观众都知道 就是雷神索尔 这也与电影《雷神》关联起来 《复仇者联盟3》中 虽然能看出雷神索尔和他的弟弟邪神洛基兄弟情深 但其实在雷神中 洛基是里面的反派角色 雷神应该是漫威英雄中 唯一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英雄 年轻不懂事的索尔 在洛基从中作梗下 得罪了父亲奥丁 被发配到地球重新做人 经过一系列故事的发展 索尔凭自己的实力拿回了锤子 但为了阻止弟弟洛基在惹是生非 他锤断了家门口的彩虹桥 雷神回家的同时 漫威宇宙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美国队长即将出现 因为地球出土了一件文物 美国队长的盾牌 美国队长史蒂夫罗杰斯 原本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小伙子 经过超级士兵改造计划后 化身为美国队长 后来为了保护宇宙魔方 和九头蛇的红骷髅展开殊死搏斗 九头蛇又是漫威中 一个巨大的反派组织 不过并没有过多的 在这些超级英雄和复仇者联盟中出现 反而在神盾局特攻中 有比较多的镜头 同时 复仇者联盟三中开场 面霸要求洛基交出的 宇宙魔方空间宝石 也在此交代了出处 其实在美国队长中 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美国队长在打败红骷髅后 他的好战友巴基死了 他也驾驶着装满核弹的飞机坠落 一直冰封 直到复仇者联盟第一步的开始 美国队长才重新火了过来 第一批复仇者联盟 其实只有最初的钢铁侠 黑寡妇 绿巨人 雷神 美国队长和还没有独立电影的超级英雄鹰演 第一部复仇者联盟的反派 就是雷神索尔的弟弟洛基 被花石吊打的洛基和他的外星人团队 被打出了地球 此时彩蛋中 复仇者联盟三的大反派 灭霸第一次现身 但也只是留给观众一个迷一般的微笑 复仇者联盟 之后的一部电影就是钢铁侠三 在这部电影中也主要是讲了一个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的钢铁侠找到初心 找回自我的故事 但与此同时 美国队长却迷蒙了 在美国队长二中 美国队长发现他的好战友巴基 其实没有牺牲 而是被改造成了超级杀手东兵 而改造他的人 正是前面提到的和美国队长战斗的九头蛇组织 与此同时神盾局也被九头蛇从内部瓦解 美国队长就和黑寡妇猎因组成小队与九头蛇抗争 但其实美国队长二上映之前 雷神二就已经上映了 不过这两个事件发生在同一段时间 在美国队长与九头蛇对抗的时候 雷神索尔正被黑暗精灵用以太粒子 虐得体无完肤 在这个时候复仇者联盟三中的第二个宝石也正式亮相了 雷神二中 索尔和弟弟洛基放下兄弟恩仇 联手消灭了杀了他们母亲的黑暗精灵后 得到了以太粒子 只不过他把以太粒子 交给了宇宙玩主收藏家手里 所以复仇者联盟三中 灭霸去到荒芜之地寻找收藏家 抢夺这块隐藏在以太粒子中的现实宝石 并且建收藏家 说出了无限宝石这个词 也正是灭霸一直想要集齐的六块宝石 而力量宝石则是在电影银河护卫队中亮相 星爵奎尔 灭霸的杨女卡摩拉 火箭浣雄 树人格鲁特 丑蒙丑蒙的 德拉克斯组成的银河护卫队和反派罗南 为了抢夺力量宝石而开展 罗南背后正式灭霸 与此同时 也正是复仇者联盟二的开始 钢铁侠造出了机器人奥创 并让他有了思想 但却是这一部电影中的反派 因此复仇者联盟再次出动 对抗奥创 最后还是雷神将弟弟洛基手杖里的第四颗 无限宝石 心灵宝石 移入钢铁侠管家的意识中 从而创造出了幻世 在复仇者联盟二的彩蛋中 灭霸戴上了无限手套 也视为复仇者联盟三埋下了伏笔 之后漫威电影《以人》上映 以人和猎鹰不打不相识 也因此被卷入了美国队长和钢铁侠的内战中 这也是为什么复仇者联盟三中 让钢铁侠联系美国队长 但他死活不肯的原因 其实这里有一个小彩蛋 就是明明演职员标里 出现了义人的名字 复仇者联盟三电影中 却没有出现他的脸 但其实黑寡妇又提起一句 他被软禁了 以人参与美国队长 二 内战中出现了两个漫威新英雄 蜘蛛侠和黑豹 这也为之后蜘蛛侠和黑豹的独立电影 埋下了伏笔 导致内战的直接原因 是对于美国队长占有东宾的处置方式 最后即使黑豹带着东宾挥到与世隔绝的瓦坎达 依靠瓦坎达的科技医治好了东宾 美国队长和钢铁侠还是决裂了 这也是在复仇者联盟三以及黑豹彩蛋中 为什么东宾会出现在瓦坎达的原因 其一博士中 外科医生使弟分开车打电话出车祸伤到了双手 结果在密法大师古一的帮助下 学习到了密法 并获得了一件有灵性的披风 和第五颗无限宝石 时间宝石 在复仇者联盟三中 习一博士使弟分的那件披风也是戏很多 包括习一博士 钟爱听碧昂斯音乐的王 也是惊喜露面 习一博士之后紧跟着就是雷神三 就是在这部电影中 雷神索尔被他的姐姐死亡女神刺下了右眼 于是索尔和弟弟洛基又再次联合 只不过在这时 洛基趁乱偷走了宇宙魔方空间宝石 这也是为什么复仇者联盟三开始 灭霸会知道空间宝石在洛基手里的原因 因此 其实复仇者联盟三是接着雷神三的续集讲述的故事 漫威花了十年 打造了他的漫威宇宙 也让漫威超级英雄 真正深入人心 他们不仅仅是漫画人物 更像是每个人心目中 那个超级强大的自己 能做到让所有观众正片结束都仍作无虚席的 应该只有漫威了吧 首映已经过去 但是复仇者联盟三的电影票 还是依旧难买 这样的漫威效应 恐怕也只有他了 复仇者联盟四中 前期打酱油的鹰眼将会回归 然而死去的英雄还会不会复活 依旧是一个你 不过按照漫威每次带给观众的惊喜 第四部还是很让人期待的